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叔亮哥 北京时间5月21日2023年 苏迪漫杯团体赛决赛已经正式打响了 自由中国队对整韩国队的比赛 今天给大伙介绍的是混双的比赛 本次中国队派出了黄亚冲和郑思维组合 本场比赛,雅思组合上演了逆境重胜 最终以大比风2比1逆转获胜 为中国队取得了开门红 比赛的时候,雅思组合有点慢了 红怪被韩国组合打了一个3比1的开局 不过雅思组合迅速做出调整 马上回进了对手一个4比1的冲击波 将双方的比分打成5比5战比了 接下来双方开启了垃圾转 双方一直坚持到了17比17 不过韩国组合开始发力 以一个3比1的小高潮带走了手锯 雅思组合以18比21先输一局 比赛进入第二局的较量 结果一上来,韩国组合爆发了 韩国组合似乎找到了雅思组合的破绽 打出了连续猛攻 韩国组合开局就打了雅思组合一个9比3的开局 落后6红 这也让雅思组合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 因为已经输掉一局了 第二局还落后6分 接下来雅思组合开启了风环吹风模式 从7比11到11比11 雅思组合打了对手一个4比0的冲击波 将双方的比分搬平了 当然雅思组合以15比16暂时落后的时候 只见在双方对兵过程中 正式为打出了一记神仙球搬平比分 这一球直接将韩国组合打翻在地 不过韩国组合再次发力 以一个3比0的小高潮 将双方的比分打成19比16 不过雅思组合马上回进了对手 一个3比0的冲击波 再次搬平比分 当双方以20比20占平的时候 这个时候也把镜头切给了在场边的铃铛 接下来来到环雅雄的发球局 结果环雅雄爆发了 只见环雅雄连续利用两记神奇发球 直接带走了环雅雄 这两球也让韩国选手有点琢磨不透 雅思组合以22比20搬回一层 比赛进入决胜队的脚量 结果雅思组合彻底放开了 当双方战成3比0的时候 只见郑思维的暴力扣球 让对手跪在地上怀疑人生了 雅思组合很快打了对手一个5比0的开决 当双方战成8比3的时候 只见环雅雄再次发出了神奇发球 帮助球队继续扩大连进入力量 雅思组合以11比3进入决胜局的基础间接 究竟回来 虽然韩国组合也非常顽强 但是在面对已经进入佳境的雅思组合来说 已经有点无险可击了 雅思组合以21比8带走了比赛 最终雅思组合以大比方2比1逆转回胜 这也为中国队取得了开门红 由于上演了大逆转 这一辆场边的铃铛都小了 或许在面对决定时 有很多人会选择放弃或者逃避 但是那些选择坚持并战胜困难的人 才是真正的英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看亮领域赛事有我大嫂的想办 我们下期讲会